第321章 交换协议 在绘制服录的这三个月里 石墓除了修炼赤元火精外 其他修炼也并没有懈怠 石墓所够的宅院附近有一座小山头 平时也是荒芜人烟 他每日清晨都会来此修炼昔日式 到了夜晚 只要有月亮 他则会来此修炼吞月式 如今白天他不再绘制服录 则返回地下洞穴 催动萤火阵 继续参悟修炼赤元火精第九层功法 时光飞逝 转眼间 小半年时间过去 夜晚 小山峰顶 石墓盘膝而坐 身体摆出吞月式的姿势 脑后浮现出一轮若隐若现的圆月虚影 半空中一道道月华洒下 融入了圆月虚影中 不知过去多久 石墓身体微微移动 脑后圆月虚影消散 他睁开了眼睛 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他脑海之中凝聚的月华精力 已经颇具规模 差不多有婴儿拳头大小了 石墓深吸了一口气 重新闭上了眼睛 一缕法力深入脑海 碰触到月华精力 啪哒一声 精力碎裂开来 化为一轮圆月 随即一股精纯法力 注入他的体内 石墓头顶幅 现出一片星云 三颗星辰图案意义闪烁 第四颗星辰 依旧处于暗淡状态 随着法力的持续注入 星云护得翻滚了起来 第四颗星辰光芒逐渐亮了起来 嗡的一声 星云一阵涌动 第四颗星辰达到半量状态后 终于停止了继续变亮 石墓睁开双目 脸上露出喜忧参半之色 这次精力化跃 他的蕴神术修为 虽然增长了不少 但距离成为四星术室 起码还得一两年的时间 就在此刻 石墓身后突然浮起一团浓雾 浓雾散尽 燕罗一身银色铠甲 突然跨界而至 燕罗 石墓见到燕罗 眼神中带着几分喜色 燕罗身上的铠甲 看起来和之前又有不同 上面浮现出一圈圈奇异的花纹 并在两侧肩甲位置 长出了几根尖锐的骨刺 骨刺顶端 一波波电光不停闪烁 比起上次出现 燕罗的实力 似又有了不小的进步 双目浑火 已隐隐接近深紫色 嗯 现在总算像点样子了 燕罗上下打量了一下石墓 一个悦耳声音 在石墓脑海中响起 石墓文言 神情一致 他这种修炼速度 在常人看来 已颇为夸张 但对于燕罗而言 自然是算不上什么了 他轻忽了一口气 问道 你这次来 是不是又来接东西 棍子借我 燕罗浑火一阵闪动 点头道 石墓也没多说什么 从背上取下云铁短棍 递给了燕罗 燕罗挥舞了一下短棍 转头看向石墓 问道 没有补充灵器 我现在被困在这个城里 只能画符赚取灵石 供我自身修炼 已经有些勉强 哪有多余的灵石 给棍子补充灵器 石墓暗自翻了翻白眼 说道 别啰嗦 先给我五千灵石 燕罗丝毫不顾 手伸到了石墓身前 你想要灵石也行 不如拿东西来换吧 石墓双臂抱胸 如此说道 你要什么东西 燕罗说道 就是上次的那种绿花 以后不如这样 我们定个交换协议 一朵绿花换五千灵石 怎么样 石墓不假思索道 燕罗沉默了一下 似乎在考虑 一万灵石一朵 燕罗开口讨价还价 一言为定 石墓没有犹豫什么 立刻说道 眼中狡黠之色 一闪即逝 那种绿花的价值 绝对不止一万灵石 这笔买卖 他可绝对不亏 燕罗点了点头 身体上黑色烟雾浮现 便要返回意见 就在此刻 他的举动呼的一停 目光看向石墓 似乎有些疑惑 怎么了 石墓问道 燕罗走了过来 绕着石墓走了一圈 最后还探头 在石墓身上嗅了嗅 到底怎么了 石墓咒没问道 你身上似乎有一股 特殊的死亡气息 最近有没有碰到 什么奇怪的东西 燕罗问道 石墓一正 随即脑海中灵光一闪 对了 你不说我差点忘记了 应该是这个东西 他一挥手 身前多出一具白色海骨 砰的一声 重重落在了地上 正是那具地下洞窟中的尸骸 燕罗目光落在地上的尸骸上 眼中浑火明亮了几分 手一抬 一片灰光飞出 拖起了白色海骨 拉到了身前 燕罗仔细打亮眼前的海骨 魂火越来越亮 似乎有些欣喜的样子 这东西 是我最近偶然得到的 骨骼有些特别 对你或许有用 你喜欢的话 就归你了 石墓说道 燕罗没有回答 呼的一张口 吐出一缕紫色火焰 飞入了尸骸头颅之中 尸骸空洞的眼眶迅速一闪 浮现出一束魂火 不过却呈现出蔚蓝色 燃起了魂火 尸骸身躯颤动了一下 半晌后 其头颅有些茫然地 朝着周围看去 然后有些僵硬地 活动了一下手脚 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 紧接着 一股死灵生物特有的气息 在这具白色骷髅身上浮现 并且不断增大 片刻之后 稳定在了先天中后期的程度 便不再变化了 石墓有些愕然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举手投足间 让一具海骨 成为死灵生物 实力竟还能达到先天期 着实有些害人听闻了 或许和这海骨本身有关 石墓如此想着 白骨骷髅朝着周围看了一眼 片刻之后 目光落在了燕罗身上 眼中蓝色魂火闪烁 眼神透出一股亲切之意 白骨骷髅半跪在了地上 朝着燕罗低下了头 口中发出嗡嗡的声音 主 人 起来吧 从今往后 你就跟在我身边 嗯 需要给你取一个名字 燕罗说着 双目魂火跃动 似在思索 燕罗考虑了一阵 似乎没有想出什么好名字 转头看向一旁的石墓 他既然归你了 还是你自己取个名字比较好 石墓摆了摆手道 主人 有名字 叫 午夜 白骨骷髅声音模糊不清 不过还是表达清楚了意思 好 你就叫午夜吧 燕罗点了点头 身上黑色烟雾涌起 虚空泛起了波动 仿佛水波一般 他迈步走了进去 白骨骷髅也跟着走了进去 过几月 我会设法将花取来 你把灵石准备好 虚空波动消散前 燕罗的声音 在石墓脑海中响起 石墓露出了一丝笑意 有了这种绿花 他的法力修为达到四星 便指日可待了 至于灵石 他如今身边还有一些 既然与燕罗定好了条件 自己只需多花一些时间练制服录 与对方交换便可以 他本就担心 燕罗不理会自己 如今燕罗既然有求于自己 反而好处理了 石墓如此想着 身形一晃 朝着柱处飞掠而去 时光飞逝 转眼间又是三个月过去 死灵界面 一处巨大黑色山峰 黑色阴风呼啸 发出鬼哭般的声音 山峰的半山腰 一处平缓的山坡之上 两只死灵军团正在厮杀 一方几乎都是骷髅 另一方却是以腐尸类生物为主 双方数量相差不多 骷髅军团领头的 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白色骷髅战士 眼眶中深蓝色浑火闪烁 手中握着一柄足 和他身体差不多大小的白色大剑 白色骷髅战士实力极为强大 每一次大剑挥舞 便能掀起一片白色剑影 将对方一两名企图接近的死灵生物 斩成两截 骷髅军团在白色骷髅战士的带领下 渐渐占据了上风 不过白色骷髅的注意 似乎没有放在眼下的争斗中 不时朝着半空看去 半空之中 一个白甲附体的修长身影 正手持一根短棒 和一头巨大的黑色尸犬厮杀 这修长身影正是燕罗 半年过去 他的身体再次发生了一些变化 背上长出了一对宽大骨翼 骨翼中是一片半透明的魔状物 骨翼闪动 他的身体灵活至极地 在半空飞驰移动 黑色尸犬头上长着两根粗大 锥形的弯角 仿佛羊角一般 身躯足有二三十丈大小 眼中闪烁了深紫色的火焰 身下是一团灰气 拖起他的身体在半空飞翔 其散发出的气息强大无比 已超过了对面的燕罗 黑色尸犬眼中 深紫色火焰大放 巨大身体一跃 朝着燕罗锁在飞扑过来 燕罗身形骤然一停 身形不动 竟没有躲闪的意思 黑色尸犬大喜 其中一只巨大浅爪上浮现出 一层浓郁黑光 朝着燕罗虚空一抓而下 痴痴之声大作 大片黑光凭空凝聚成一个 巨大黑色剧长虚影 猛然抓下 就在此时 燕罗手中黑色短棒表面 黑光大放 骤然发出一声猛受咆哮般的声音 大片黑光浮现出 凝聚成一道粗大漆黑色棒影 砸向飞射落下的巨长 砰的一声巨响 黑色剧长仿佛破步一般 轰然溃散 黑色棒影去势不停 朝着黑色尸犬砸去 黑色尸犬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 头上两只弯角黑光大放 朝着黑色棒影凝去 咔嚓 黑色尸犬头顶双脚一下碎裂 棒影轰击在尸犬脑袋上 尸犬脑袋也立刻爆裂开来 仿佛一个烂西瓜一般 黑色尸犬巨大身体陨石般落下 砸进了下方的腐蚀军团之中 第322章 实力大静 两个月后 一处巨大潭水附近 烟罗和一条体型巨大的金色骨蛇 对质而立 相隔百丈 烟罗双目浑火 此时已呈现明显的深紫色 灼灼燃烧 灵动十足 骨蛇散发出的气息远在烟罗之上 似以无限接近天位镜 这是一条金骨蛇王 是死灵界面兽类海骨生物中 最为强大的存在了 不过面对烟罗 金骨蛇王意外的有些忌惮 头颅高高抬起 粗大蛇尾在身后不停扫着地面 蛇尾所过之处 如小山般大小的巨石 阴生碎裂 巨石飞溅 与金骨蛇王的庞大身躯相比 烟罗身形则相对瘦小许多 他就这般站在远处 没有任何举动 烟罗的骷髅军团站在远处 看起来漫山遍野 密密麻麻 不过都没有靠近这里 其中为首的 是一具体格庞大的白色骷髅 正是此前烟罗 从石墓处得到的午夜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金骨蛇王终于耗尽了耐性 发出一声无声吼叫 庞大身躯如飞而起 朝着烟罗扑了过去 身形位置 骨蛇大口一张 一道粗大金色光柱喷射出 痴痴地破空之声大作 金色光柱所过之处 附近的空间都随之有些扭曲变形 烟罗见此 背后骨翼一张 身体冲天而起 不过 哪知道骨蛇身躯柔软 脖子一弹一绕 灵活知己地一转 金色光柱 居然也轻轻巧巧地转过了方向 烟罗再想躲闪 已经来不及 被金色光柱打了个阵阵 身体仿佛狂风中的落叶 翻滚着朝着远处飞去 金骨蛇王双目浑火跃动 似乎对如此成功 击中对方有些错愕 巨大身体速度 却迅疾如风 后发先至赶上了烟罗 大口一张 便要将烟罗一口吞下 就在此刻 原本身体翻滚不定的烟罗身上 灰光大放 骤然稳住了身体 他手中短棍黑光大放 手臂举起 然后猛然一挥 黑色短棒末地化为 一道黑色闪电 一闪从金骨蛇王口中穿透而过 再从其后脑出飞出 轰的一声巨响 金骨蛇王脑袋被击出一个大洞 脑袋中的魂火 赫然被短棒刺穿 轰然消散 金骨蛇王巨大身躯轰然倒下 身上气息全无 砸进下方的水潭之中 燕罗身体缓缓从半空落下 身上的银色骨铠符 现出一道道裂纹 气息散落 显然也受到了不轻的伤 他挥手一招 一道黑光飞射而回 落在他的手中 正是那根黑色短棒 远处 骷髅军团眼见燕罗取胜 纷纷挥舞手中兵器 发出一阵阵无声欢呼 为首的午夜 舞动得格外卖力 大半个月后 一处黑色荒漠 燕罗正和一个通体紫金色的骷髅 闪电般交手 紫金骷髅看起来和燕罗身形相仿 身上却穿着精美的铠甲 头上戴着一顶紫金皇冠 上面 镶着一颗颗五颜六色的宝石 紫金骷髅眼中浑火紫中 戴着一缕银色 气息中赫然已带有一丝天位的威严 手持一柄银色三股叉 只要这个紫金骷髅再进一步 便能达到骷髅皇者的境界 一白翼子两道光芒在半空飞驰 彼此都快如闪电 不时相碰 发出巨大的声音 恍如一声声闷雷乍响 一声巨响 两道身影骤然分开 各自朝着后方弹开 燕罗身上灰光一闪 稳住身体 他身上的银色铠甲碎裂了几处 背后骨翼也有少了小半 切口平整 不过总体来说 燕罗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对面不远处 紫金骷髅眼中浑火闪烁 似乎极为愤怒 他手中的银色三股叉 赫然断裂成了两截 胸前的铠甲碎裂 似乎受了一次重击 若有能耐 便不要凭借武器之力 和我真刀真枪较量一番 紫金骷髅开口说道 燕罗手中黑色短棒 腾起一阵黑色光芒 对紫金骷髅的提议 置若网闻 黑色光芒陡然大胜 将方圆数十丈 都笼罩在了里面 紫金骷髅和燕罗 都被黑光笼罩在了里面 紫金骷髅神情一变 正要纵身飞出黑光范围 人影一花 燕罗已经飞扑到了他的身前 手中黑色短棒呼啸砸下 轰轰轰 一连串的巨响 从黑光中传出 匿急如雨点 黑色光芒缓缓消散 燕罗全身骨铠碎裂 小腹处被一节断裂的 三股叉刺穿 从背后透了出来 不过紫金骷髅 已经躺在了地上 头颅被黑色短棒刺穿 钉在了地上 燕罗手握住 小腹上的三股叉 用力拔出 紫金骷髅尸体旁 飞出一缕缕紫色散落光芒 朝着周围飘散开来 燕罗张口发出一股犀利 紫色光芒纷纷飞入燕罗口中 燕罗身上的伤势飞快恢复 碎裂的骨铠 也随着伤势恢复 自动开始修补起来 吸收完紫金骷髅的魂火能量 燕罗身上伤势尽数复原 气息比起之前 更加强大的几分 骨铠也恢复完毕 他背后骨翼也恢复了原状 张开之后化为一道流星 朝着远处飞去 片刻之后 在一处山坡附近落了下来 白骨骷髅五叶正 带领着死灵军团 正在此处等候 急忙迎了上来 走吧 燕罗一挥手 当先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主人 我们这段时间里 一直在赶路和杀路 却不知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五叶骷髅 此刻身上已穿着一套金色骨铠 手中大剑上 也浮现出几道金色线条 看起来比以前厉害了许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他说话也比以前流畅了不少 去哪会一样属于我的东西 燕罗淡淡说了一句 便没有再开口 脉步朝着前方走去 日康城 荒芜小山峰顶 月滑如水 照射在地面上 石木盘稀坐在峰顶 点点月滑落下 融入石木体内 才而有些百无聊赖地 站在一旁的石块上 脑袋一点一点 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石木头顶星云闪烁 其中五颗星辰熠熠生辉 散发出一波波强大的法力波动 两久之后 他睁开眼睛 两道寒光积涉而出 石木站了起来 口中送面咒语 半空中浮现出一片 石鱼杖大小的赤色火云 将不远处另一个小山峰 笼罩在了下方 周围温度骤升 附近的气温变得炙热无比 石木脑后星云光芒一闪 一道隐约的星光积涉而出 融入黑云之中 火云一阵剧烈翻滚 接着红光狂闪 一颗颗持续大小 烈焰包裹的巨石 从火云中如雨而下 轰击在小山峰上 轰轰轰的闷响连续传出 碎石家杂子 火光四散飞溅 片刻之后 半空乌云散去 小山峰便硬生生砸去小半 烈焰熊熊 黑烟滚滚 哇 好大的威烈 这个流星火雨 不愧是高阶火属星术法 看来你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彩儿早已清醒 开口赞道 石木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神色 经过这段时间 吞月式及烟螺的绿花相助 它的蕴神术修为大静 已经到了第十四层巅峰 距离十五层大圆满 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今其丹田处法力漩涡 与气腹一样 渐渐浓密浑厚起来 加上其如今接近六度的 火属星元素感应力 已可以学习火属星高阶术法了 这流星火雨便是 火源经中记载的 一门高阶火属星术法 此次施展出来 微能果然非同反响 石木闭目调膝片刻 睁开眼后 单手一挥 身前凭空多出了数十枚浮露 他眼睛微眯 瞳孔涌现出一层荧光 虚空微微波动 数十根无形锁链 从石木体内飞出 另一端连在了那些浮露之上 下一刻 这些浮露仿佛被无形之手牵引 漫天飞舞 天女散花一般 让人眼花缭乱 石木眼神一凝 一直点出 漫天飞舞的浮露 纷纷飞射而下 朝那座被削去一层的山峰飞去 并纷纷贴在旗上 轰隆隆 数十张浮露 陡然同时引发 各色树法光芒 顿时将整个山峰笼罩 随即猛然爆裂开来 一声巨响 无数泥土碎石 朝着四周击射 空气掀起滚滚气浪 原本数十丈高的山峰 赫然消失了一大半 附近泥土也变得愈发焦黑 周围掀起了一股飓风 石木衣服被狂风吹拂 烈烈作响 脸上却露出了大喜之色 随着运神术大进 他的神识之力也是大增 如今那部通天御灵诀 也修炼到了第五层 已可以分出 足足32条控魂法链 以控魂法链 操控浮露攻击的手法 是他最近才领悟出来 石木刚刚放出的浮露都 还是出阶 若是全换成中阶浮露 32张浮露同时引爆攻击 就是地阶中期存在 恐怕也接受不了 在此基础上 若在其中再掺杂几张高阶浮露 就是地阶后期存在 一个布房也要被重伤 石头 你搞得动静太大了 你虽然在山峰附近布下了结界 但是也难保不会有人恰巧注意到 天也快亮了 还是快离开吧 就在此时 彩儿不知从哪里飞来 落在其肩膀上 朝着周围看了几眼 说道 石木点了点头 身形一晃 朝着山峰直下而去 很快回到了住处 第323章 城主的委托 片刻后 石木踏入宅院之中 朝着其中一间房子走去 那里正是他作为服侍的地方 石头 算起来 俺们在这个城里 也待了一年多 整天待在这个地方 真是无聊死了 话说以你现在的实力 遇上敖魁 是否有把握逃走 彩儿抱怨道 不行 我现在的实力 面对一个普通地阶中期 或许还可勉强一战 但是地阶后期就悬了 况且 敖魁怎么说 也是一族之手 必然有什么杀手锏 我可没把握 能跑得掉 石木说道 要是燕罗老大愿意出手就好了 彩儿道 别多想了 好好戒备周围 有什么情况告诉我 石木说着 继续朝服侍走去 那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 彩儿有些垂头丧气地说道 日康城外的情况 那个城主 应该早就已经通知了蛮族高层 或是想了其他办法 蛮族方面 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 一直持续下去 否则消息已经传开 其他妖族纷纷效仿 那局面对蛮族可不利 石木说道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那我去了 彩儿说着 双翅一阵 朝空中飞去 石木打开服饰房门 走了进去 这一阵子 燕罗索要零食的频率 越来越频繁 再过几日 估计会来取下一次零食 必须提前准备好 才行 不过这样一来 其储物戒指中的那种奇异绿花 也积攒了不少 两日后的下午 石木离开住处 朝农眉店主艾拉木的店铺而去 走在街道上 石木看着周围的人群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街道上不少人神情异样 行色匆匆地 朝着一些酒楼等人多的地方聚集过去 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 石头 城里这些人 今天怎么感觉有些怪怪的 彩儿也注意到了异样 的确有些奇怪 石木点了点头 此刻他已经走到了 埃拉木那家漆黑巨石所住的店铺前 我先去把福禄卖掉 你去周围打探一下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石木略意沉吟 如此吩咐道 包在俺身上 彩儿答应了一声 振翅飞了起来 石木迈步走进了店铺 埃拉木正站在柜台后面 店内还有几个顾客盘缓浏览 这位道友光临闭店 可是需要什么东西 石木刚一踏进店铺 埃拉木便立刻看到了他 眼中喜色一闪即逝 不过态度却是不温不火地说道 我要买一批妖兽材料 数量较多 不知价格上可有优惠 石木说道 没问题 道友还请一步雅各相谈 埃拉木点了点头 让店内伙计照看生意 和石木朝着里面走去 二人进入了一个偏厅 埃拉木一挥衣袖 偏厅四壁内亮起一阵白光 张开了一个白色结界 木道友 请坐 这时 埃拉木已换了一副神情 刚刚那些是二人交接的暗语 为了防止被其他人察觉到石木的身份 不必客气 这些是这次的份额 石木取出了一达葫芦 递给对方 埃拉木脸色一喜 急忙接了过来 轻点了一下 脸上喜色更甚 这次的葫芦中 高阶葫芦比上一次多了一些 高阶葫芦价格远超中阶葫芦 而且数量极少 利润极高 他又能多赚不少零食 木道友辛苦了 这次高阶葫芦数量不少 按照我们约定的价格 总共两万一千枚零食 埃拉木说道 被此早已有过计算 文言点了点头 木道友稍等 埃拉木走了出去 很快便又回来 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递给了石木 石木神石一扫 里面是一小堆中品零食 数量正好 他将布包收了起来 朝埃拉木打了个招呼 正要朝外面走去 对了 今日城里的气氛似乎有些异样 所有人都看起来形色匆匆 店主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石木脚步一顿 问道 哦 木道友莫非没有听说 埃拉木文言 露出有些诧异的神色 听说什么 在下这几天都在闭门修炼 基本没有外出 石木说道 那就难怪了 其实今日城内出现了一个留言 说是盘踞城外一年多的那个敖魁 不知为何 前几日已经离开 不知去向 店主说道 此话当真 石木闻言一惊 具体真假在下 也不敢妄下判断 不过据说 悠灿城主已派人专门出城探寻过 似乎真的没有找到那个敖魁的踪影 店主说道 这倒是个好消息 石木听闻此话 顿时露出一丝喜色 木道友也打算出城了吗 埃拉木注意到了石木的神情 问道 不错 在下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 也该离开了 石木点头 那木道友多加保重 若是有机会再路过日康城 别忘了来看看我这个老朋友 埃拉木略有些遗憾地说道 石木显然是由于敖魁为城的缘故 而逗留此处 否则以其的制服造诣 恐怕根本不会在这个小城待这么久的 一旦石木走了 他的这个生意也就做不成了 不过这段时间 他已经发了一笔大财 他之所以能在这城中降立足 并将生意越做越大 本身就是因为他是个知足的人 以后木某若有机会再来日康城 一定来看望爱店主 我们还有合作机会 石木微笑道 他和埃拉木又闲聊了两句 便快步走出了店铺 石头 我打听到了一个大消息 你猜是什么 他刚刚出了店铺 彩儿便飞落在其肩头 叫道 我也已经听说了 是那个敖魁离开了是吧 石木说道 不错 现在城里很多被困的人都在纷纷组团 想要结伴出城 我们不如也趁此机会出去吧 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实在是闷死了 彩儿兴奋地道 石木面露成银之色 考虑了片刻后 开口道 还是慎重些 那敖魁是否真的离开 此刻还不得而知 先调查清楚再说 说着 他朝着天吴宝轩方向走去 天吴宝轩消息灵通 对于城外的情况 或许会了解得更多 就在石木在天吴宝轩与埃拉木交谈的这段时间里 天吴宝轩也迎来了两名特殊客人 商铺一间偏厅之中 此刻分主兵地坐了几人 其中一个身材高大 一双白眉倒树的青袍老者 端坐在主座之上 之前那个接待石木的石掌柜 则神色恭敬地站在老者身后 青袍老者身上 散发的气息宏大沉稳 俨然也是一名地阶存在 左手边的座位坐了二人 其中一个头戴紫金罐的威严中年人 赫然正是日康城城主幽灿 幽灿旁边还有一个身着灰裙的美貌少妇 自是明月教派驻日康城的分坦坦主旁御 哼 幽城主和旁坦主同时大驾光临弊殿 老夫深感荣幸 青袍老者说道 吴长老客气了 我们两人来此刀了 一来是想向吴长老道谢 城外的敖魁此番会忽然离开 应该是贵商会的手笔吧 幽灿目光一闪 笑道 幽灿城主过誉了 我天吴商会 不过是西河大陆的一个寻常商会 做的只是买卖生意 岂有这等大能耐 青袍老者不动声色地说道 幽灿笑了笑 并没有继续纠结此事 神色疑速地继续说道 至于另一件事情 想来想去 也只能来拜托天吴商会了 幽城主请说 青袍老者与使掌贵互忘言 说道 我想要委托天吴商会 将一批东西送往仓序城 交给仓序城主 幽灿说道 仓序城 是有此往西约两万里的 那座蛮族大城吗 青袍老者问道 正是 幽灿点了点头 如今 这敖魁虽然离开了 不过据我所知 他走之前 派遣了其族内另一名 地阶妖族统御城外的妖兽 此刻出城 可无法确保万全 青袍老者沉吟了一下 说道 吴老谦虚了 以天吴商会的名头 您只需亮出招牌 西河大陆 可没有几人敢不买账吧 再怎么说 冤有投债有主 他敖魁总不见得 为了此事 得罪你们天吴商会 幽灿说道 青袍老者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淡然地看着幽灿 至于报酬之事 吴老尽管放心 必定会让您满意 幽灿继续说道 敢问幽城主 您运送的是些什么动线 青袍老者沉吟了一下 问道 物品清单在这里 还请吴老过目 幽灿说着 手中清光一闪 取出一块玉剪 递给了青袍老者 青袍老者接过 一丝神识探入了其中 白眉微微一扬 似乎有些动容的样子 好吧 此事我天吴商会便接下来了 青袍老者考虑了片刻 点头说道 好 那就拜托吴长老了 对了 庞玉道友正好也有东西 要送往内地 想顺便一起委托给贵商会 幽灿说着 目光一转地 看向了身旁的庞玉 正是 不过小女子委托的东西较少 送往的位置 是仓序城附近的一座小城 这个是物品清单和护送的报酬 请吴长老过目 庞玉也取出一块玉剪 递给青袍老者 第324章 报名 青袍老者接过庞玉递来的玉剪 放出神识探查 便将玉剪放下 点了点头 反正是顺路 做一件事 拿两份钱 他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况且 庞玉所护送的东西不多 给的报酬倒是不低 那一切便拜托吴长老了 那些东西 还需准备数日 大约10日后出发 之后便一切拜托了 幽灿拱手道 他和庞玉很快告辞离开 客厅之中 只剩下了青袍老者 和石掌柜二人 你也看看这份清单 这几日做好准备 青袍老者 将手中两枚玉剪贴给了石掌柜 石掌柜接过后 略意查探 眉头微促地说道 吴长老 庞玉所托之物倒还好 但幽灿城主所托的这批资源 可是价值不菲呀 石掌柜说道 你有什么想说的 直说无妨 青袍老者道 据我所知 从日康城出发前往仓序城 其他地方属下倒不担心 不过路上会经过 东影区域的鹤明山脉 那里 是凶蛮易鹤部的地盘 附近盘踞着不少 善于飞行的凶猛妖兽 时常劫略经过的伤队 令人防不胜防 我们在日康城的力量有限 属下恐怕 石掌柜有些担心说道 此事你不用担心 据我所知 商会在附近城池新晋 调来了一位客卿长老 是一名数月术士 我稍后会向总部汇报此事 申请将那位客卿长老 请来为此次护送作证 另外 你吩咐下去 在城中宣布 招募40名先天图腾勇士 或新街术士 报酬开得丰厚一些 只要此次护送成功 每人将给予一千零十的报酬 清袍老者对石掌柜说了一句 是 石掌柜急忙答应了一声 那此事就交给你了 好好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清袍老者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朝着客厅深处走去 石掌柜在原地考虑了片刻 来到屋内一侧的书桌旁 单手一番地摸出一卷宣纸 取笔在上面 粪笔及书起来 片刻后 他停了下来 拍了拍手 朝门外喊了一声什么 接着一个身着蓝袍的男子 推门走了进来 将此告示张贴至城主府外 涉滩接受报酬 石掌柜说道 将宣纸递了过去 是 蓝袍男子说着 接过宣纸 正准备转身走出去 等等 石掌柜又叫住了蓝袍男子 掌柜还有何吩咐 若是报酬人数超过四十人 也继续接受登记 同时宣布 三日后举办一场小行比试 石掌柜略意沉吟 如此说道 蓝袍男子答应了一声 转身离去 石掌柜坐回椅子上 闭目沉吟起来 就在此刻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天舞宝轩的伙计走了进来 起兵石掌柜 外面有个自称叫牧石的人 想要找您 伙计说道 牧石 掌柜心中念头一转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石目的身影 有请偏听用茶 说我稍后就到 石掌柜站了起来 朝着外面走去 天舞宝轩一处偏听之中 石目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茶几上还摆放了几盘点心 采尔此刻已吃得不亦乐乎 石目看着采尔没心没肺的样子 不由摇了摇头 就在此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 偏听大门被推开 石掌柜走了进来 呵 木道友大驾光临必轩 石某不胜荣幸 石掌柜离得老远 便拱手道 石掌柜客气 许久不见了 石目朝对方回了一礼 心中却有些纳闷 此人对自己 似乎有些过于热情 和上次来时大不相同 木道友不必疑惑 我天无商会 对于有本事有能力的人 都是礼遇有加 木道友是罕见的福禄大师 炼制出来的高阶福禄 连本宣的吴长老 也赞不绝口 上次前来 倒是在下失礼了 石掌柜说道 石目脸色微变 随即便恢复了正常 心中却对天无商会 无孔不入的情报搜集能力 感到有些暗暗心惊 石掌柜过奖了 在下不过是个普通人 哪懂得什么福禄链制 石目心念转动 口中说道 掌柜淡淡一笑 也没有深究 在石目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说道 不知道木道友此次前来 所谓何事 莫非还是为了那位中秀 若是如此 恐怕又要让阁下失望了 非也 木某此次前来 是另有要事向寻 关于城外妖兽的消息 不知贵商会知道多少 还有那个敖魁 是否真的已经离开 石目没烧一条 眼神依旧平静 问道 原来是这件事 嗯 正如城中流言所传那样 敖魁已经离开了日康城 短期内不会再回来了 不过他走之前 召来了一位地阶童族 统领城外妖兽 城外此刻 虽然妖兽相对松散了不少 不过想要出城 恐怕也还是会有一些风险 石掌柜轻笑了一声 说道 石目听闻 敖魁真的已经离开 心中顿时一松 只需敖魁走了 城外就算来了其他地阶妖族 只要不是地阶后期 他都不会太过担心 多谢石掌柜告知 不知这个消息 需要多少零食 石目问道 这个消息并不值钱 过段时间便会在城中传开 就不必付费了 石掌柜呵呵笑道 既如此 那便多谢石掌柜了 在下还有些事 这便告辞了 石目拱手说了一句 站起身来 便要告辞离开 彩儿急忙也停下了嘴 飞起来落在石目肩膀上 木道友请留步 石掌柜目光一闪 开口道 石掌柜还有何事 石目停住脚步 转头看了过来 哼 也不是什么大事 木道友应该也是想离开日康城吧 石掌柜说道 在下正有此意 石目点了点头 此刻城外并不安全 木道友虽然实力强大 不过也难保不会碰到妖兽 石掌柜说道 石掌柜有话 就请直言骂 石目说道 约末时日后 本商会要运送一批物资 前往大陆西部 需要召集一批护卫同行 如果木兄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城主府外看看 石掌柜说道 不知贵商会要前往何处 石目问道 苍旭城 石掌柜说道 石目目光微闪 他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 是一个已经深入西河大陆的蛮族大城 从这里前往苍旭城 最多只需二个月 每名随行护卫的报酬为 一千零十 这点零十 想必木道友并不放在眼里 不过若是随着商队一同前往 自然会安全许多 石掌柜说道 好 在下记住了 石目点了点头 带着彩儿快步走了出去 石头 你打算参加他们的护送吗 出了天舞宝轩 彩儿问道 去看看再说 石目说着 朝城主府方向走去 片刻后 城主府外 哇 好多人 距离老远 彩儿便叫了起来 石目顺着彩儿的方向望去 果然看见一张告示 高悬于布告栏正中位置 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 石目一边朝人群方向走去 同时目光微微一凝 便将告示内容一览无余 正是天舞宝轩招募先天强者 和新街术士之事 两个月 有一千零十的报酬 人群中不知谁激动地喊了出来 则则 这报酬可真是 天舞宝轩果真是财大气粗 不少普通修炼者 纷纷小声嘀咕起来 城主大人麾下的 第一勇将灵楚也同森啊 还有天舞宝轩 也派了一名月街长老 不就送批货吗 至于这般大费周章 你管那么多 有这两人在 送批货不是更轻松 再说城外妖兽又没走光 就凭你 能安然离开日康城 赵兄言之有理 而且还能挣一千零十 我们干脆都报名吧 由于限定了修为要求 所以那些达到要求之人 前方报名台的人 招来了不少羡慕目光 石木在人群中驻足了一会 心中已有了决定 正如之前使掌柜所述 他既然准备出城往西 与其一个人孤身上路 不如和天舞商会同行来的安全 苍旭城是通往西部的 一座蛮族大城 单独前往的话也会经过 也算是顺路为之 石木如此想着 朝一旁的报名台方向走去 那边已同样挤了不少人 一个蓝袍男子 正在大声吆喝着 先来后到啊 哎哎 说你呢 别乱解 挨个签字 来者多有份 不就三十个人吗 这都多少人了 不仅能有份吗 人群中有人提出智 嗨嗨 此次护送任务 虽然只招三十人 但本会鉴于此次报名人数众多 所以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将在报名者范围内 举行一场小规模比试 胜者就能参加 人群一听 又开始嚷嚷起来 比试就三日后举行 地点明日会再次公布 各位先好好回去准备吧 三日后 天舞宝轩此次的选拔比试开始了 地点就在日康成熙的练武场上 虽然是个小型的比试 但参加者均是先天以上舞者 或是新街术士 这也引得不少城中的寻常蛮族百姓 纷纷前来观看 第325章 被表白 石木尖头立着彩儿 正站在练武场的一角 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已将气息压制 在外人看来 他此刻与一名堪堪 踏入先天初期的舞者无异 除非对方神识之力远超自己 否则根本无法看出自己真实实力 无法双修者神识之力 本就叫一般舞者要强 加上运神术和通天御灵诀 对于神识之力的加成 他如今的神识之力 已远超一般的递阶初期 当然 相较于一般的越阶术士而言 还是略低的 即便如此 他那掩不住的桀骜不驯气质 还是让不少人侧目 不过当发现其修为并不高时 不少人露出了不屑之色 纷纷将目光移开 随着选拔比试规定时间的临近 报名参加之人也陆陆续续到了现场 这些人中 以先天忠后期舞者为主 甚至还有数位新街术士 此次鄙视游天吴宝轩的使掌柜主持 他看了看天空 走上练舞场中央的高台 倾壳了一声 宣布道 时间差不多了 不等了 就在这时 人群中突然骚动不已 一名女子匆匆跃进了练舞场 那女子一身橘色静妆 恰到好处地露出线条一等的身段 白皙的脸庞此刻微微有些发红 两条青山寒翠的柳叶眉下 生着一双秋水无尘的信念 睫毛如帘 美艳中带了一分洒爽 还未等大家回过神来 子女落落大方的 朝市掌柜一报全道 再下冷月同 抱歉来得有些晚了 应该还来得及吧 市掌柜看了看他 点点头 并未答话 开始宣布起规则 此次报名参加护卫选拔者 共计85名 截至此刻 食道人数78人 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胜负 这里共有40对号 抽到相同号码之人对决 胜者即可参加此次护送任务 其中 39号和40号轮空 直接晋级 此言一出 在场之人交头接耳地 议论了几声 倒也没什么意见 好了 下面 大家依序开始抽签吧 说完 食掌柜挥了挥手 身旁一个蓝袍男子走了出来 将一个铁箱置于高台中央 铁箱中放了一堆蜜蜂的纸包 食目跟在人群中 伸手随便拿了一个纸包 正在拆开 忽听耳畔传来采儿的声音 石头 那女的俺认识 采儿瞪大双目地扎呼起来 这里是公众场合 你给我安静些 食目道 俺说真的 那女的 你快看啊 就是那个 那天刚入城时 在街上冲你抛没眼的 采儿又叫道 还用翅膀蹭起食目的脖子 食目抬头望去 发现采儿说的人 正是那个姗姗来迟的冷月童 不过她想来想去 也没想出 自己何时见过此女 采儿倒是按捺不住 已经飞到了冷月童身边 喂 美女 还认识俺吗 还没说完 头上已经挨了 食目一级暴力 干啥呀 石头 你这是干啥呀 采儿不高兴地嚷嚷道 冷月童正惊奇 一只采毛鹦鹉 居然跟他说话 忽见身旁出现食目 嘴角渐渐上扬起来 原来是你 冷月童有些惊讶 惊讶中带着欣喜 记起来了吧 俺记性不错的 纵然你那天戴着面纱 俺也认得 那日一别 今日一见 这就是缘分啊 采儿在一边 喋喋不休地说道 这是你的鹦鹉灵宠吧 冷月童听着采儿这番胡扯 只觉得十分好笑 还以为是食目训练的 转向食目道 这畜生成天胡言乱语 得罪之处 还望姑娘多饱寒 食目向冷月童拱了拱手 顺手拎起采儿 直接离开了 石头 那冷姑娘这么漂亮 你咋就不动心呢 采儿被食目拖着 还不忘锅造几句 闭嘴 又是一记暴力 落在采儿脑壳上 哎呦 痛 你轻点承拨 还真是个石头啊 采儿不甘心地嚷嚷道 周围一群鄙视者见食目 居然和冷月童言语间 颇为亲近 纷纷侧目 要知道 蛮族女子中 如冷月童这般的角色佳人 日康城中几乎没有 何况从这冷月童身上 散发的淡淡法力波动上来看 此女还是一位新阶段术士 怎能不让众人艳羡 有些先天后期的强者见词 也试图与冷月童搭讪 没想到却被他冷漠无视 一个个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 再看石目 仅仅是个先天初期的毛头小子 顿时恨得牙根直痒 一个刚不如先天的小子 居然想跟老子抢女人 活腻歪了吧 一个虎背熊腰的男子大声嚷道 引来周围一片哄笑 甲兄 凭你的实力 还不得好好给那小子点颜色看看 不错 那小子一副嚣张样 我看得不爽 石目就像没听到一样 看也不看这些人 大踏步走向蓝袍男子 交了自己的号码 这一举动 更激起了众人的愤恨 很快 比试开始了 按照规则 从一号开始依次进行 小小的练武场 煞时热闹起来 不时有人被击下了一台 以彩儿的目力 石目早就知道 自己的对手 是同样十八号的武长生 不过轮到他时 居然换成了刚刚那位 虎背熊腰的假姓男子 石目心中一阵冷笑 不动声色递上了擂台 假姓男子 向台下几名支持者望了眼 哈哈大笑一声 踢着一根不满利齿的狼牙巨棒 纵身跃上擂台 台下顿时响起一片虚声 假姓男子 是个先天后期强者 整个日康城 怕是没有几人是其对手 而对面的石目 压根就没人见过 且实力仅有先天初期的样子 众人纷纷将其以为 是个不值一提的无名小卒 唯有冷月同目不转睛地 看向擂台 目露好奇之色 虽然此刻他刚刚打赢了对手 顺利得到了此次护送的资格 但似乎并没有觉得特别高兴 小子 给你的机会 在这里给老子磕三个响头 老子 就不把你打残了 假姓男子 轻蔑地看了一眼石目 说道 此言一出 引来下方一阵哄笑 说完了吗 石目悠悠地说道 目光正在打亮着 自己右手所握的拳头 找死 假姓男子大喝一声 身体绿光一闪 瞬间暴涨一圈 手中狼牙聚棒包裹着一团绿色光芒 猛地向石目劈来 一股横扫全场的先天后期威压 直扑石目面门 轰的一声 石目身形在一团绿光扫过后 立刻溃散消失 竟然只是一道残影而已 他本体化为一道青色身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绕到了假姓男子身后 抬起一臂 毫不客气地一拳击出 顿时一股无形距离狂涌而出 砰的一声 紧跟着一阵骨骼爆鸣声 啊 小物般飞出了擂台 并喷的一声 重重摔落地面 胸口内凹 口吐鲜血 已是气息奄奄 整个练武场刹那间鸦雀无声 众人看向石目的目光 皆是惊骇莫名之色 石目也不说什么 转向石掌柜 做了一一 石掌柜这才反应过来 朗声宣布 牧师获得了资格 看着石目的背影 石掌柜宁思了一会 找过蓝袍男子 而语了几句 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比试 石头 俺就知道 你肯定能赢 那家伙算老几 敢当着老子的面做手脚 不想活了 彩儿一见石目赢了 立刻兴高采烈地飞过来 哎呀 冷姑娘 你看就叫你甭担心吧 那家伙跟石头比 简直是一卵击石 彩儿得意地向不远处招呼道 石目一愣 又是冷月桶 牧兄果然厉害 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冷月桶笑盈盈走上前来道 冷小姐见笑了 石目淡然道 冷姑娘 你怎么跟石头称兄道弟起来 这怎么行 你说 你喜不喜欢俺家石头 彩儿见石目一副油盐不尽的模样 又在一旁煽风点火道 哈哈 这点还真有趣 你问我这个吗 我当然喜欢他 可是他不喜欢我 我有什么办法 冷月桶大方帝笑道 石目从未被人如此表白 离黑的脸庞竟有些发红 他狠狠地一把抓回彩儿 在头上弹了一下 就要告辞 牧兄不必不好意思 小妹我都是有话直说 喜欢就是喜欢 无须害羞 冷月桶一双信眼望着石目 仍是一副笑淫淫的样子 石目一时语色 竟不知说什么好 小妹一见牧兄就觉得亲切 牧兄想必 也是人蛮混血吧 我感觉到 你身上有种与我相似的气息 冷月桶直言不会道 石目一听此言 顿时微微一愣 他的脑海中 立刻闪过一个身影 正是缝离 在东周大陆 人蛮混血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是混血 被人知晓 在人蛮两族都无立族之地 而这冷月桶竟如此大胆 当众告诉石目如此隐秘 啥 冷姑娘是人蛮混血 彩儿在一旁经问道 这有什么 在我西河大陆 你还如此少见多怪 蛮族与人族 早在百年前就开始同婚 所生子女也是得到承认的 何况你家石头不也是这样 冷月桶不以为然道 原来你不是蛮族 那你为何穿成这样 彩儿随口说道 我怎么就不是蛮族 我不光是蛮族我还是人族 只是我更喜欢蛮族打扮 跟蛮族交往 你不觉得更容易些吗 冷月桶说道 冷姑娘怕是看错了 木某确实是蛮族 你我并非一路 还是个走个道吧 石目说着 抓着彩儿转身就走 也不管彩儿的大呼小叫 有意思 冷月桶看着石目远去的背影 喃喃自语道 第三百二十六章 跟踪与阴谋 石目离开演武场后 朝着住处方向走去 编走脸上露出沉思之色 出发之前 他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石头 你看前面 就在此刻 彩儿呼的低声说道 石目一正 抬头往前看了一眼 脸色微变 立刻转身走进了街道旁的一家商铺 片刻之后 大街之上 几个打扮毫不起眼的灰袍人 匆匆走过 领头的是一个年轻女子 头上戴着兜帽 露出的半张脸龙帽颇为秀丽 等几人走远 石目才从商铺中走了出来 朝着几人背影望去 目光闪烁 刚刚虽然只是一瞥 不过以他的目力 自然看得一清二楚 那个年轻女子 正是当年跟在柳安身旁的 那个真姓女子 其他几人 他也隐约有些印象 都是乘坐一号汉海巨州 来此的明月东郊弟子 先是那个庞玉 现在又出现了这几个人 怎么都来到日康城这个小城了 石目口中喃喃自语 石头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采尔说道 石目缓缓点头 那跟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俺来带落 你跟在后面 采尔似乎有些兴奋 展翅飞了起来 小心些 那些人应该都见过你的 石目连忙说道 放心 俺远远掉在后面 他们发现不了 采尔自信地说道 飞上了半空 石目看着采尔飞上半空 心念一动 开启了视野共享 迈不跟了上去 采尔的目力 在这一年多又有不小长进 隔着几条街道 远远掉在那几人后面 半个时辰之后 真信女子一群人 来到外城一处偏僻院落 直接走了进去 两条街道外的 一座残破高塔顶端的一个房间 石目和采尔站在这里 透过窗户 朝着那个院落望去 这些家伙鬼鬼祟祟的 果然有什么企图 采尔开口道 眼神里却满是兴奋 石目却没有那么兴奋 心中年头飞转 思量着明月东教这些人的目的 就在此刻 他脸色再次微微一变 视野中又出现一个灰袍人 此人全身被灰袍包裹 根本看不到脸 朝着那个院落走去 灰袍人似乎随时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很快来到了院落门前 敲了敲门 大门很快裂开一道缝隙 灰袍人走了进去 大门立刻关上 石目瞳孔一缩 那个灰袍人进门的瞬间 他撇到了帽子下的脸 正是旁御 是那个分弹弹煮 彩儿小声道 石目点头 眼神中光芒闪烁 这些人一前一后来此 如此鬼鬼祟祟 定然是在谋划什么 石头 要不要去偷听一下 这些人在谋划什么 彩儿眼睛发光 跃跃欲视 没想到 还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兴趣 石目有些无语地看着彩儿 嘿嘿 难得俺有这么好的眼力 不拿来用用不就太可惜了 彩儿说道 石目低笑一声 对于明月东教谋划的事情 也颇有兴趣 和彩儿下了高塔 朝着那处院落前行而去 片刻之后 他来到院落附近 让彩儿待在附近的高处 自己正要设法潜入 透过彩儿的视野 看到院落的礼物中走出一人 正是彭玉 朝着大门走去 石目心中微惊 急忙隐秘身形 彭玉出了大门 朝着周围两旁看了几眼 转身朝着远处走去 片刻之后 大门再次打开 真性女子一行人也走了出来 不过他们此刻都换了一身装束 不再隐藏容颜 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 石目心中念头转动 瞬间做出决断 跟在了真性女子等人身后 真性女子一行人 来到了热闹街区 似乎在随处闲逛 东游西荡 行踪飘忽 漫无目的 石目跟在后面 足足跟了两三个时辰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真性女子一行人 这才来到一处大型酒楼 被一个伙计带着上了 朝着楼上走去 石目目光一闪 让彩儿在外面待着 一个人缓步走进了酒楼 这个贵客请进 您是要吃点什么 另一个伙计迎了上来 带我去雅间 这里太嘈杂 石目瞥了一楼的大堂一眼 淡淡说道 丢了一定银子 给这个伙计 好的 您楼上请 伙计大喜 殷勤地带着石目 朝着楼上走去 刚刚有一群人进来 领头的是个美貌女子 他们坐哪个房间 石目开口问道 简单描述了一下 真性女子的穿着打扮 伙计一正 回头看了石目一眼 石目区只一谈 一枚火属性零食 划过一道红光 落在伙计手中 这伙计虽是个普通蛮人 但既在日康城做事 自然知道零食的价值 脸上露出大喜之色 麻利地将零食收了起来 是在三楼的昆字号房 伙计低声说道 带我去离得最近的房间 石目说道 伙计连忙点头 当先朝着三楼走去 走过一条走廊 来到一处安静雅间 贵客里面请 伙计说着 目光朝着旁边一个雅间 使了个颜色 送些特色韭菜过来 石目会议 开口说道 伙计答应了一声 退了下去 石目走进雅间 关上了房门 侧耳倾听起来 听了片刻 他眉头皱了起来 隔壁房间 没有丝毫声音传出 石目眼中金光一闪 瞳孔变成了金色 看向了隔壁房间 竟然布下了结界 隔壁房间隐隐能看到一层白光 包裹了整个屋子 石目露出了苦笑神色 对方相当小心地布下了结界 他对于阵法之道并不精通 贸然探查会被察觉 他的武感虽然非凡 但是还没有到 能够看破结界的程度 石头 怎么样 有没有探查到什么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心中想起彩儿的心神传音 石目将这里的情况和彩儿 大致说了一下 快将窗户打开 让俺进去 俺有办法 彩儿催促道 石目闻言一阵惊讶 不过还是一眼打开了 雅间的窗户 窗户对着外面一条街道 彩儿飞驰而来 穿过窗户 落在了桌子上 正要开口说话 石目抬手挡住了他 闪身来到了门前 彩儿眼睛闪闪发光 也立刻飞了过来 站在石目肩膀上 眼睛从门缝朝着外面看去 门前走到中 一阵脚步声走了过来 停在了隔壁的房门前 石目目光一闪 从门缝处能够看到 是两个身穿青色服饰的人 站在隔壁昆自豪门前 两人皆是脸上蒙着面 身形一高一矮 眼睛都闪烁着冷光 警觉地朝着周围看去 石目立刻收回了目光 免得被对方察觉 这二人散发出的气息 也都到了先天境界 从气息上看应该是蛮足 高个轻袍人敲了敲门 片刻之后 房门打开 两人立刻走了进去 石目目光闪烁 走回了桌子上坐下 石头 看来这些家伙 真的在打什么鬼主意 彩儿说道 彩儿说着 头上那根白色羽毛光芒一闪 他眼睛之中 顿时浮现出两道白芒 看向了隔壁的房间 石目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他视野和彩儿连同 墙壁在他的视野中 逐渐变得透明起来 隔壁房间的情形 渐渐浮现在石目眼中 随着彩儿眼中 投射出的白光越来越亮 隔壁房间的情形 越发清晰 真性女子 正在和那个高个 轻袍蛮足交谈 两个轻袍蛮足 此刻已经取下了面罩 露出了真容 石目心中微惊 这二人容貌颇为特异 面容瘦靴 脸颊深陷 虽然还不到皮包骨头的地步 不过看起来也有些枯搞 鼻头掠弯 仿佛阴沟一般 目光锐利 给人一种阴森之感 他只看了一眼 便移开了目光 落在正在交谈的 二人嘴唇之上 石目因为目力特异 研究过淳欲 我们已经有人 混入了护送队伍之中 会提前和你们联系 真性女子说道 我们一鹤步 既然接下了委托 自然会受到做到 你们就放心吧 高个轻袍蛮足傲然说道 如此最好 得手之后 你我双方五五分场 真性女子说道 高个轻袍蛮足脸上 露出一丝喜色 点了点头 既如此 那便一切按照计划行事 真性女子站了起来 又转身对身后的几人说道 你们几个 就跟着围都统吧 是 几人齐声答应了一声 真性女子挥手 打出一道白光 墙壁上光芒一闪 一层白色结界消散开来 他打开房门 迈步走了出去 过了片刻 两个轻袍蛮足 再次蒙上了脸 带着真性女子的几个手下 也走了出去 隔壁房间之中 彩儿眼中白光消散 神情看起来有些违密 石木屈指一弹 打出一道精纯火属性蒸气 没入彩儿体内 彩儿精神这才恢复了些许 石头 俺们还要继续跟踪吗 彩儿问道 不必了 石木摇了摇头 翻手取出一本厚厚的点集 飞快翻到其中一页 一鹤步 凶满 果然如此 他口中喃喃说道 这本点集 是他这段时日里 花了不少零食买来的 书中 记载了西鹤大陆 各个蛮族的习性 居住区域等 一鹤步是蛮族中的 一个中型种族 他们封印的兽魂 都是飞行类的妖兽 图腾变身之后 多半能够长出翅膀飞行 在蛮族中 算是比较特殊 不过一鹤步另有一个 更大的特点 便是极为凶狠 贪婪 仗着具有飞行优势 时常做些劫掠之事 名声极差 蛮族各大族群 都对其避而远之 第327章 浮云车 石木眼中 闪过一丝尘吟 真性女子的突然出现 与庞玉的密会 意和不足人的介入 还有刚刚的交谈内容 这种种的一切 结合在一起 一个阴谋的轮廓 渐渐清晰起来 彩儿好奇地探头看了过来 一看到石木手中 点击树叶上 密密麻麻的小字 顿时发出一声声音 喂 石头 别自己一个人弄懂 就沉默不语 俺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彩儿不满地叫道 石木当即将点击收起 把心中的猜测 和彩儿大致说了一遍 明月东教的这些家伙 竟然如此胆大 彩儿惊讶道 此事非同小可 等同于同时 对天无商会和蛮族出手了 估计和柳岸脱不了干系 石木说道 他眼中一芒闪烁 原本只是临时起一跟踪一下 没想到追查到了 这么重要的消息 既然这次护卫任务暗流涌动 俺们还跟着他们一起出发吗 彩儿问道 无妨 不管明月东教 在打什么算盘 和我们都没有关系 我们先借着天无商会的力量 离开日康城范围再说 之后找个机会 悄悄离开队伍便行了 石木说道 这主意不错 彩儿点头 石木看了彩儿的眼睛一眼 他虽然早就知道 彩儿目里能够看穿物体 不过没想到 连这么厚的一堵墙壁也能看透 一堵墙壁算什么 等俺达到三宇境界 目里会再次大增 看穿十丈地底都不成问题 更何况是区区一堵墙壁 彩儿傲然说道 石木有些惊讶 不过彩儿能力越强 对他自然越有好处 自然是乐见其成 不管怎么说 施展这个能力消耗颇大 你先好好恢复体力吧 他取出一枚水属性零食 递给彩儿 最近这段时间 彩儿一直在吃水属性的零食 彩儿脖子一伸 一口叼住零食吞了下去 半个时辰之后 石木离开酒楼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等一下 里面有人 他走到院落前不远处 彩儿呼地开口说道 石木脸色一变 彩儿震翅飞到了半空 视野连通之下 院落中的情形 清晰无比地出现在眼中 却是一名身着绿袍的少女 正在院落中走动 正是之前的那个冷月童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石木脸色一变 心中念头转动 没有现身 而是闪身躲在了一旁 通过彩儿的视野 默默观察此女 哼 俺看这女的事 看上你了 你看 这都找到家里来了 彩儿略带调侃的声音 在石木心中响了起来 闭嘴 好好观察 注意别被发现 石木道 只见冷月童 在各个屋子之间 进进出出 似乎在寻找什么 除了在之前 被石木事工击溃的 那片石屋废墟前 多逗留了片刻 其余大部分的时间 则花在了之前 石木闭关的那间石屋里 对此石木道 也任其为之 她平时习惯 将所有东西都带在身上 对于这种临时住所 一般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而那间石屋中 地下室的出口 也被她做了不少伪装 此女未必能找到 果然 此女在石木闭关的房间里 翻找了一阵后 一无所获地退了出来 冷月童站在院落之中 皱眉沉饮了片刻 半晌后 此女朝着周围看了两眼 身形移动 翻身跳出了院子 朝着远处而去 很快消失在了远处 石木这才现身 看向冷月童远去的方向 眉头微皱 她脑海中不由回想起 此女之前在擂台上 施展的一些术法 似是明月教的手段 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 若有所思的神色 转眼间十日时间过去 石木走出了房门 此刻她一身满足打扮 头戴头巾 遮住了大半个脸 石头 你今天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采尔问道 傻瓜 这次天无商会的商队 既然被那些人盯上了 自然要做些防备 石木说道 采尔一正 随即恍然地嗷了一声 庞宇那些人都见过你的 你就先别跟着我了 石木想了想 又说道 采尔会议 点了点头 振持飞了起来 石木锁好住处的大门 看着这个院落 心中叹了口气 自从离开小渔村后 她处于各种原因 一直辗转各地 甚至在最后 离开了原本的东周大陆 千里迢迢来到了西河大陆 期间大部分时间 风餐露宿 如这段时日这般 能够静静心心地 在一个城中住上这么久 还真不多见 此刻就要离开 她还真有些不舍 地下的那个萤火法 震她并没有拆掉 只是将入口完全封住 或许以后还有机会 会再回到这里 石木如此想着 最后看了院落一眼 朝着天舞宝轩走去 一住相后 天舞宝轩门口 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当日选出的 三十名先天舞者 和十名新街术士 也已经来了不少 冷月童赫然 也已经到了 除了这些人 还有一些其他人手 应该是天舞商会内部的人 木兄 冷月童看到了石木 笑着走了过来 冷姑娘 你来得挺早 石木眼中深处 一道一芒闪过 说道 左右闲着也是无聊 便早早过来了 冷月童嘻嘻一笑 冷姑娘不是日康城本地人吗 也是从外面来的 石木问道 是啊 我本来也就是打算 在日康城小住一段时间 没想到 却被困了这么长时间 冷月童道 两人站在一旁 随意地闲聊起来 引得周围其他人 特别是年轻男性 蛮人频频看过来 不少人对石木头 以极度不善的眼神 不过石木的实力之前 也已经显露了一些 这些人自然也不敢上前挑衅 时间慢慢过去 陆续又有十几人赶来 四十名招募的护卫 差不多都已经到了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行轻袍人从远处走了过来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三十多岁模样的轻袍男子 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赫然是一名地阶存在 此人身体精瘦 不过给人一种无穷的力量之感 一行人离得很远 已经引起了石木等人的注意 纷纷看了过去 石木脸色微微一变 随即落在这几人的服饰上 灵楚 石木身旁 冷月童发出一声轻呼 你认得这人 石木看向冷月童 是的 他叫灵楚 是幽灿城主 坐下第一大将 地阶存在 我之前听说 这次天无商会押送的东西 是幽灿城主的委托 还半信半疑 如今灵楚竟然也来了 看来是真的 冷月童说道 石木目光微闪 真性女子等人 瞄准的 就是幽灿的这批东西 哈哈 原来是灵楚兄 请进 天无宝宣的石掌柜 此刻走了出来 当即迎了上去 不过那个灵楚 神情巨傲冷漠 对于石掌柜的热情相迎 只是随意地抱了抱拳 掌柜似乎也不以为意 领着一行人走进了店内 灵楚的出现 让在场不少人心中一松 有一个地阶存在跟着 他们的安全就更有保证了 在一谈及承诺的报酬 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开始东拉西扯地 聊起一些其他事情来 冷月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放松下来 冷姑娘 怎么了 石目问道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这次的任务应该不简单 冷月童说道 冷姑娘为何如此说 石目没烧一条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问道 我听说 为了这次护卫任务 天无商会还从其他地方 调来了一个月结束室 若是没有特殊的危险 天无商会怎肯会如此做 冷月童说道 石目眼神闪烁了一下 这冷月童 看似大大咧咧 实际上却是粗中有戏 不过天无商会竟然从别处调来一位月结束室 看来也算是准备充分了 难道他们也得到了 路上会遇到危险的情报不成 对了 路上若是碰到什么危险 木兄可要保护一下我这个弱女子 冷月童突然一改之前的谨慎神色 眼睛闪闪的 朝石目说道 冷姑娘说笑了 你乃是什么弱女子 说不定到时候 还需要你保护在下呢 石目随意地打着 哈哈 冷月童微微撅嘴 白了石目一眼 倒是散发出一股别样风情 让偷偷看向这里之人 心跳立刻快了不少 就在此刻 一阵呜呜的声音 从天无宝宣中传出 一个两三丈许宽 十余丈长的大车 从店铺了驶了出来 大车之上堆满了东西 鼓鼓的 外面被一层黑布蒙住 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石目心念一动 放出一缕神石探查了过去 一碰到黑布 立刻被弹开 眼睛顿时微微一亮 随即 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 不一会门口便停了整整八辆 石目打量了这些大车一眼 眼中露出一丝惊讶 这大车轮子距离里面还有半尺高 整个车子竟然是浮在半空 车轮和车身上 都鸣刻了不少阵图阵纹 目兄以前没有见过这种浮云车吗 冷月童问道 没有 目某以前都是在部落中生活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还要向冷姑娘请教 这大车是已和园里悬浮半空 莫非是那些浮阵 石目说道 目兄眼睛倒是挺尖 你猜得没错 车上的那些浮阵会吸纳地气 形成一种浮力 让大车漂浮在半空 如此 即便地面崎岖不平 甚至是攀山越岭 也不影响大车前行了 冷月童说道 第328章 异地重逢 原来如此 片刻后 石目有些恍然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种浮云车价值不菲 只有天无商会这等财大气粗的势力 才能批量打造 不过如此一来 的确可以加快不少行程 恐怕这也是幽灿城主会选择天无商会的原因之一吧 冷月童说道 跟随在车队后面 还有两拨人走了出来 一拨是灵厨带领的城主之人 另一拨却是天无商会自身的护卫 领头之人是个蒙面白袍少女 手持一根碧玉法杖 身材恶挪 双目灵动 即便蒙上了脸 也已经净险其动人甚至楚楚之态 外面的一众护卫见到此女 眼睛尽数一亮 轻轻吸气 合在一起 声音居然颇大 那个灵厨目光也不时落在白袍少女身上 隐隐有火焰闪烁 白袍少女眉头微皱 眼中不易觉察地 闪过一丝厌恶之色 看来此女便是那个月接触室了 冷月童打亮了白袍少女一眼 口中说道 等了片刻 见没有回应 冷月童转头看了石木一眼 石木此刻似乎有些失神 和其他人一样 呆呆地看着白袍少女 冷月童注意到石木的神情 秀眉一皱 眼中顿时露出一丝恼怒之意 石木深深呼吸 神情已经恢复了平静 眼神却还有些激动 那个白袍少女虽然蒙着面 不过她以她的目力 一眼便认了出来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她这段视日里 一直在苦苦寻觅的钟秀 石木眼中光芒微闪 心中瞬间转过无数念头 呼地朝着后面退了几步 站到了人群最后 冷月童看到石木的举动 眼神有些奇怪 不过她也没有多问 转手上下打量了白袍少女几眼 似乎将她和自己进行比较 石木远远看着钟秀 念头起伏 她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会在异国他乡的西河大陆 遇到对方 此刻稍稍冷静下来 不禁开始思量起 她来到这西河大陆的缘故 而且看情形 似乎此女还加入了天无商会 她眉头呼得皱起 心中泛起一丝疑惑 既然钟秀加入天无商会 她的讯息 为何会被天无商会封印 另外 此女竟也是一名无法双修者 且术法修为 竟已达到了越阶 比自己还要高尚不少的样子 莫非是遭遇什么奇遇了不成 石木摇了摇头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终于找到了钟秀 不过她现在还不想过去和她相认 一来是不想在日康城暴露什么 二来也是因为她之前探听到的事情 现在虽然还不知道 钟秀和天无商会的关系 不过这次护送任务 已被明月东教的人 联合凶蛮部落算计 未来的护送途中 必然危机四伏 既然此事牵扯到了钟秀 她便不能坐视不理了 在两队人后面 那个无姓老者也走了出来 钟长老 此行路途遥远 一路之上便拜托你了 无姓老者对钟秀道 吴老和钟姑娘尽管放心 此行一切都包在林某身上 钟秀还没有开口 那个林楚 却已经上前几步 单手横着捶了捶自己的胸膛 大声说道 此人一改刚刚目空一切的神情 此刻正满脸笑容地看着钟秀 不过她的笑容 给人一种刻意为之之感 哼 有林将军随行 自然是最好 无姓老者一正 深深看了林楚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说道 人群后面 拾目眉头一皱 那个林楚看着钟秀的眼神 让她心中隐隐地 有些十分不舒服的感觉 她深深吸气 贫富心绪 收回了目光 没有多看 地阶存在林爵敏锐 她的敌意很容易会被察觉 现在 她还不想暴露身份 那就多谢林将军了 钟秀不温不火地说道 神情冷淡 钟姑娘不必客气 应该的 哈哈 林楚似乎没有感觉到钟秀的冷淡 转身朝其拱手说道 时间不早了 诸位不如这边出发吧 无姓老者说道 林楚 钟秀两人点了点头 那些招募而来的四十名护卫 闻言也走了过来 四十人中 虽然也有不少人 不时偷看钟秀 不过也都只是看上两眼而已 毕竟 钟秀是月街术士 高高在上 并非他们这些先天 新街存在可以企及 相比较而言 倒是那个新街术士冷月瞳 更为相当 不少人很快便不再关注钟秀 而是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冷月瞳 诸位 本次护送 由我天无商会的钟长老 和这位林将军率领 你们一路之上 需听从他们二人的调遣 无姓老者对石木等人扬声说道 是 石木等人也都知道 无姓老者的身份 齐声答应了一声 出发 无姓老者一声令下 天无商会的人 顿时操纵着几辆浮云车 排成了一排 朝着城门而去 石木等护卫分散开来 每辆浮云车上坐了几人 钟秀朝着最后一辆浮云车走去 这辆车上小得多 只有房屋大小 并没有装载货物 在外面还拉起了帐篷 钟姑娘 请留步 灵厨一挥秀 一道清光飞射而出 浮现出一座青色飞车 两旁展开了两个鸟一般的青色翅膀 清光一闪 飞车迅速长大到了数丈大小 里面摆放了精致的桌椅凳床 看起来非常舒适 在下这架飞行灵器轻易飞车 还算舒服 这一路上舟车劳顿 不如钟姑娘 还是坐在下的车吧 灵厨邀请到 附近的人看到这个青色飞车 脸上顿时露出了惊讶 羡慕的神色 无姓老者也露出一些惊讶 飞行灵器原本就极为罕见了 像这种大型飞车就更为珍贵 灵厨感受到周围的视线 心中很是满意 寒笑看着钟秀 不必了 我坐浮云车就好 钟秀淡淡地看了灵厨一眼 转身朝着浮云车走去 灵厨眼神一冷 额头轻轻跳动了一下 不过瞬间又恢复了原样 他狠狠看了钟秀优美的背影两眼 轻轻哼了一声 纵身跳上了飞车 当热都上即后 青色飞车缓缓开动 朝着前方而去 吴姓老者看着车队远去 眉头微醋 口中呼地叹了口气 吴老 怎么了 石掌柜站在旁边 问道 不知为何 我这几日有些心神不宁 心中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一层怕是不会顺利 吴姓老者说道 吴老您多虑了 有钟长老和灵厨前辈在 想必即便是遇到一些麻烦 也定可迎刃而解 应该没有问题的 石掌柜说道 希望如此 吴姓老者说道 车队之中 石掌柜坐在倒数第二的浮云车上 同一辆车的 还有冷月童 和另一个子发青年男子等几人 他回手看了最后一辆浮云车一眼 只是钟秀早已坐到了车里 哼 沐兄也看上了那个钟长老 可惜人家是越街术士 不会将我们这些小人物放在眼里 冷月童看到石掌柜的举动 开口说道 隐隐有些醋意 石掌柜笑了一下 转过了头 没有说什么 将茂颜压低了几分 浩浩荡荡的车队 很快来到了城门 天无商会这次运送的消息早已传开 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 石掌柜低下了头 漠然无语 有灵厨在 车队没有检查 便直接出了城 朝着西方而去 出了城池 石掌柜心中这才一松 看向身后渐行渐远的日康城 今日离开 以后若是不出意外 怕是没有什么机会 再次来到这里了 诸位 现在已经出了城池 距离妖兽 徘徊巡逻的地方已不远 所有人都打起精神 车队上空的青涩非洲里 传出了灵厨的声音 众人顿时一个机灵 纷纷面带戒备之色地 朝着周围看去 石目缓缓呼吸 目光朝着远处望去 目光警惕 城外可是还有 莽妖一族的妖兽存在 还有一头地阶妖族 此刻正值清晨时分 雾气未散 事业受阻颇为厉害 车队缓缓前进 不过也并没有试图隐秘行迹 这般大的车队 浩浩荡荡之下 根本不可能躲过妖族的探查 通过与彩儿共享视野 查看着前面的情况 方圆树立范围 竟在他视野之内 些许雾气根本毫无影响 车队往前走了大概二三十里 石目眼眸中 淡淡金光一闪即逝 共享视野中 出现大批妖兽 拦在了前方 足有数百头各类妖兽 目兄 你观察到什么了吗 冷月同敏锐无比 察觉到了石目些许的气息变化 他话音刚落 半空中非洲之中 传出了灵厨的声音 所有人停下 做好战斗准备 刷的一声 灵厨身形站到了车队前方 最后方的浮云车中 一道白色身影也飞顿而出 和灵厨并肩站立 前方雾气之中 传来一阵隆隆脚步声 几个呼吸之后 雾气中浮现出 无数庞大妖兽的身影 密密麻麻间 足有数百只的样子 冷月同诧异地看着石目 和他们在一个车上的 那个紫发青年 也惊讶地看了石目眼 前方数百妖兽中 飞出了一个紫黑长袍的大汉 眉心有一个三角形状的紫色花纹 散发出的气息 正是一个地阶存在 第329章 化解危机 何方妖念 竟然赶拦我的车队 好大胆子 你可知道 我们是谁 灵厨看了一旁的钟秀一眼 挺胸冷喝道 哼 某家管你们是谁 敖魁大人有令 所有出城之人 必须经过我们的搜查 找出杀害赤魂大人的凶手 胆敢拒绝检查的 一律格杀勿论 紫黑长袍 妖族大汉说道 灵厨大怒 正要说话 一旁的钟秀 美眸微闪 欲唇轻起地说道 敢问这位妖族道友 尊姓大名 其声音仿佛黄英出谷般温婉 让人心中不由的一静 紫黑长袍 妖族大汉 看了钟秀一眼 钟秀钟灵玉秀的绝世容颜 让其也不禁微微一呆 某家妖蟒一族必须 妖族大汉说道 原来是必道友 幸会了 不知阁下刚刚所说的检查 是什么意思 钟秀问道 必须见钟秀容貌俏美 加上言语间破为客气 神色稍缓 威意犹豫 翻手取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紫色弯月灵器 微微一晃 弯月灵器上顿时紫光大放 释放出一股紫色雾气 在身旁凝聚成一个紫色门飞 立在地面之上 这是我妖族的一件感应力宝 你们只需走过此门 岂便能够感应到 我妖蟒一族的神魂 若你们中确实没有 击杀赤环大人的凶手 自然会放你们安然通过 必须说道 听闻此话 众皆哗然 钟秀秀美一皱 那个紫色弯月灵器 说是感应灵器 但到底有什么用 是否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谁也无法断定 车队这里 所有人都将目光 看向为首的灵厨和钟秀 四在等二人的反应 时目脸色也是微变 看了钟秀一眼 伸手握住了云铁黑刀的刀柄 心中念头转动起来 虽然他暂时还不想暴露身份 但若是 对方有危急钟秀的举动 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竟然要林某 接受你们妖族的检查 简直是痴心妄想 你以为 你们是什么人 林楚勃然大怒 大喝道 他刚刚在钟秀面前夸下海口 此刻怎么会妥协 丢了面子 不接受便死 必须信秦本就暴躁 此刻被林楚一击 眼中怒火大冒 谁死还不一定呢 林楚冷哼一声 身上清光大放 身形击视而出 他的身形恍如一道青色流星 带起了尖锐的气泡 眨眼间便到了 必须身前不远处 林楚右拳之上 青色光芒汇聚 隐隐形成一个 数丈大小的 睁獰交手虚影 一拳轰然击出 必须脸色微变 似乎没预料到 林楚速度如此迅急 他大喝一声 身上长袍无风自动 额头紫光大胜 一掌狠狠拍出 紫色光芒透体而出 凝聚成一个 七八丈大的紫色剧掌 和林楚的青色交手拳头 轰然相撞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紫色剧掌赫然被一下撕裂 林楚的拳头 在地阶妖族眼中 急速放大 必须脸色一变 怒喝一声 手掌上紫光一闪 浮现出一枚枚紫色鳞片 横在身前和林楚的拳头 碰撞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众响 两道身影各自弹开 必须往后退了几步 掌心一阵刺痛 表面的紫色鳞片 赫然被击碎了几枚 林楚身形也被震飞 倒退了几步 面色微微泛白 一击之后 双方大体上势均力敌 二人也随之收起了 些许轻敌之意 必须由于准备不足 刚刚的交锋中 略略吃了一个小亏 瞳孔由于愤怒 瞬间变成了紫色 受死 他嘀吼了一声 身上紫色光芒大放 一股狂暴的气息 从他身上猛然散发而出 漠然化为一条二三十丈长的巨蟒 冲天而起 额头处三角紫色花纹光芒大放 血盆大口一张 身形化为一道紫色长练 朝灵楚狂射而来 身后的一众妖族 也发出阵阵吼声 将半圆形的包围圈围的更小了一些 一副坐视欲扑的样子 灵楚胸口轻光狂闪 身上光芒一闪地浮现出一条 巨型青色巨蟒发箱 与必须所化紫色巨蟒 本体大小相仿 身形一晃 正欲迎向对方 就在此时 一道白光从旁边飞射而来 落在了灵楚与必须之间 闪动间凝聚成一面 数丈方圆的圆形白色光盾 光盾之上波光零零 仿佛水面一般 必须所化紫色巨蟒 飞扑到光盾之前 速度丝毫未减 额头紫光大放 一道棱形紫色光柱轰击而出 狠狠砸在光盾之上 不过却没有发出预料中的惊天巨像 紫色光柱打在光盾正中央 竟将白色光盾打在向内凹陷了下去 并形成了一团紫色光球 光盾向内凹了一尺的距离 不过这一尺距离 也似乎耗尽了紫色光柱的所有攻势 就在此时 光盾白光大放 发出一声笑声 轰然消散 必须所化紫色巨蟒 身体也被震得硬生生停了下来 轴身紫光一闪 再次化为一名大汉 转手看向远处手握法杖的钟秀 脸色一变 但见钟秀脑后 一轮月牙般的白色月影 正缓缓消散 毕道友 还请赞莫动手 小女子有话要说 钟秀收起了法杖 开口说道 有什么话说吧 必须眼中紫光一闪 看了钟秀眼 略一犹豫 手臂一挥 后面原本已经飞扑而出的妖兽 也停了下来 车队之中 时目看着钟秀的背影 眼神中露出一丝意外 数年不见 钟秀实力 竟然进不到这等地步 如此轻描淡写 便挡住了一个地阶妖族 变身后的功绩 毕道友 请看一下此物 钟秀取出一面 巴掌大小的古铜色令牌 令牌之上 用红笔 绘制出了一副奇怪的符文 必须看了令牌一眼 脸色忽得一变 天无商会的令牌 你们是天无商会之人 必须面色一阵阴晴不定 问道 正是 小女子信中 如今身为天无商会 客亲长老一职 此次 我等是为日康城主悠灿 押运一批货物 前往仓序城 毕道友 我等不愿和你们开战 你们人数虽然多过我们 不过若论实力 也并未占绝对商风吧 钟秀继续说道 必须眼神一闪 他身后的妖兽虽然多 但是先天妖兽的数量 却并不太多 反观钟秀那边 整整六十多人里 几乎全部拥有先天修为 或是新街术士 地街存在还有两人 真的厮杀起来 妖兽这边 也必将伤亡惨重 必须眉头皱起 沉饮了起来 小女子虽然数日前 才来到日康城 不过对于当年妖兽一族 赤环道友 被杀一事 也略有耳闻 据小女子所知 赤环道友 被杀的那段时间 林楚将军 一直在日康城 可从未出过城 此事妖兽一族 应该也应该调查过 小女子则是近日 才来的这里 我二人都不可能是 击杀赤环道友的凶手 钟秀侃侃而谈 必须看了林楚一眼 她对于日康城主的 这个颇为出名的 地街手下 自然是知晓的 这段时间里 妖妖一族 为了赤环被杀一事 也做了很多调查 林楚确实 被排除在了凶手之外 而小女子身后的这些人 都是先天修为 或是新街术士 单凭她们 恐怕连伤到赤环道友一下 也不可能吧 钟秀转手 看了身后众人一眼 淡淡笑道 必须看了石木等人一眼 眼神中紫光闪烁 暗暗放出神识之力探查起来 从这术士人身上 散发的气息 亦或是法力波动来看 确实都是先天修为 或是新街术士 没有地街或月街 存在隐匿其中 所以于情于理 我等都不可能是 击杀赤环道友的凶手 还请毕道友明白这些 放我等过去 我天无伤会和贵族 也有生意上往来 希望不要因此伤了和谐 钟秀说道 既然你们不可能有凶手 那走一遭这门 又有何妨 必须略意沉吟 如此说道 钟秀面色一沉 眼神变得冷淡起来 想要我接受你们妖族的搜查 妄想 凌杵鹤道 我天无伤会一向和其生财 不愿和任何势力结怨 但是也并非胆小怕事 阁下若是坚持要为难我等 不给毕伤会这个面子 我等说不得 也只能迎战 不过日后 小女子会亲自向伤会高层详述此事 钟秀淡淡开口 必须心中转过无数念头 权衡着利弊 其足中确实和天无伤会 有不少生意上的来往 获得了不少便利和好处 若是得罪了对方 敖魁恐怕也会怪罪自己 四两间 对面灵厨身后青色巨蛇法香 灵光闪动 仰手发出一声锐笑 钟秀手中法杖缓缓举了起来 上面泛起白色光芒 两股庞大气势压迫而来 必须脸色微变 不过他自然承受得住 只是他身后的众多妖兽 眼中已经露出几分畏惧之色 有的甚至在缓缓后退 好吧 今日便给天无伤会一个面子 你们过去吧 必须一挥手 道 围成半圆形的妖兽 纷纷向着两旁推开 让出了一条道路 多谢毕道友 钟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收起了法杖 灵厨冷哼一声 也收起了青色长枪 车队缓缓从妖兽中穿过 走进了前方的雾气中 在雾气翻滚间 车队渐渐消失了踪影 第330章 林严精 林将决 不知道这些妖族 还有没有后续埋伏 我建议你我 两人一前一后 探查周围动静 钟秀对灵厨说了一句 身形一晃 飞到了车队尾端 灵厨脸上露出不以为意 不过也催动轻易飞车 飞到了车队最前方 神识朝着四周扩散开来 车队不断前行 走出了二三十里 此刻太阳高旋 阳光直射下 周围的雾气也渐渐消散开来 视野变得开阔起来 此刻已经彻底离开了日康城范围 队伍众人这才缓缓放松下来 石木轻忽了一口气 紧绷的身体 缓缓松懈下来 木兄 你看起来似乎有些紧张吗 冷月童看着石木 美眸微闪的道 一个不好 我们便要和那些妖兽生死厮杀一场 在下自然紧张了 石木悠然道 哦 真的是这样吗 冷月童显然不幸 当然 否则还能有什么原因 石木轻笑道 算了 先不说这个 话说刚刚木兄竟然比灵厨 还要先发现那些妖族 真是让小女子大吃一惊 冷月童眼神闪闪的看着石木 木某天生目利过人 能够看穿雾气而已 所以提前发现了一些端倪 石木说道 哼 你这个人说的话半真半假 真是不爽快 冷月童哼了一声 石木轻笑一声 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 不过 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 冷月童嘴角微翘 又说了一句 石木有些无语地 将脑袋转向一边 自顾自盘膝打坐起来 一抹金色的晚霞呈现天际 此刻 钟秀一行人 离开日康城 已经有数千里之遥了 半个月下来 沿途周围的风景不断在变化 眼前的视野也渐渐开阔起来 按照原定路线 距离仓序城 还有一个多月的行程 这一路行来 虽然也不时有成群结队的 妖兽出现 基于商队的货物 不过实力大都在先天左右 对于这些先天的强者 和新街术士来说 只要没有地阶以上 妖兽出现 便根本不算什么大问题 甚至用不到灵厨和钟秀出手 便被这些人争先恐后的上前 屠戮一空了 因为灵厨宣布 谁杀了妖兽 那妖兽身上的材料便归谁 唯一的一次 在众人穿越一座山谷时 遭遇了一群穿山甲妖兽偷袭 其中为首的 是一头地阶初期的穿山甲 借着地势之力 着实让灵厨和钟秀好一阵忙活 不过终究还是将对方赶跑了 不过那场战斗中 却有三名先天图腾勇士 不慎被神出鬼没的穿山甲 动穿身体 生死当场 经此一役 众人本有些懈怠的神经 再次绷紧了几分 钟秀除了临阵迎敌之时 每日里大多时间 都在最后一辆浮云车里盘西大座 为整支车队压阵 灵厨则独自驾驭着轻易飞车 处于车队最前方 他见钟秀这一路上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跟自己这个护卫统领 毫无交集的模样 一时有点心急起来 刚见钟秀之时 灵厨简直惊为天人 能与钟秀同路 心中颇为得意 这一路过来 他也总是想找机会与钟秀搭话 可钟秀一副淡漠的模样 让灵厨实在无计可施 不过灵厨可不是心甘情愿之人 最近一两日里 虽然沿途风平浪静 他心中可是波澜起伏得很 一道清光从队伍前方 缓缓飞至最后一辆浮云车旁 清光一脸 露出一座青色飞车 商队中的众人对灵厨的意图 均是心知肚明 不过爱于其身份实力 则大多是暗地里笑笑 也不多说什么 只有倒数第二辆浮云车中的 石木剑词 却是眉头微皱 沐兄 看来这灵大将军 又要对钟长老 展开一番追求攻势了 冷月彤看了一眼 身后的轻易飞车 笑道 石木仿若未闻般 并没有搭理对方 钟姑娘 此处乃是西河东部有名的 松涛食物 满目苍翠 骑士林寻 在夕阳映射下堪称一绝 这几日 大家赶路辛苦 钟姑娘也未曾好好休息 不如在此歇息片刻 再赶路不迟 灵厨说道 灵将军的好业 钟秀心领了 天色渐晚 此去下一座城池 还有些距离 还是赶路要紧 否则又要露宿荒郊野岭了 钟秀淡淡道 就谢一会也来得及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弓吗 养足了精神好感落 灵厨又劝道 钟秀秀没微醋 也不理他 对了 钟姑娘 在下 这几日看地图 过了前方那座祥阴城 有几处妖兽盘踞之处 为了商对安全 在下有些想法 想与姑娘商量 不知姑娘 可否一步在下的飞车 灵厨有些尴尬 话风一转地建议道 依我看还是不必了 前方的情况 我之前早已做过调查 那些妖兽部落 与我天无商会有生意往来 并无什么大案 还是按计定路线前行吧 钟秀并不抬头 在车中说道 灵厨本已放低姿态 没想到还是被骑一枪 心中颇为不快 不过还是按下性子 裴笑道 在下看钟姑娘 多日来驱车劳顿 这浮云车又矮小破旧 不如到在下的飞车中歇息 在下的飞车 不必了 商对前方 还需要林将军开路 请回吧 还未容灵厨说完 钟秀一口回绝道 灵厨额上清惊抱起 捏紧了拳头 暗中吸了口气 林大将军 你有所不知 我们人族的风俗 跟你们蛮族可不一样 你如此 就邀钟长老一步你的飞车 岂不是有男女 受受不轻之嫌 钟秀身旁 一位模样清秀的绿山女子道 小微说的是 钟长老可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上谁的飞车的 另一位娃娃脸的蓝山少女 复合道 这两人是商会专门指派给钟秀的助手 也算是其亲信 被这两个女亲信一顿抢白 林厨虽心有不甘 但碍于钟秀的越街术士身份 以及天无商会中的地位 她也不敢造次 不过这一路山高水长 有的是时间 想到这里 林厨又得意地笑了起来 前方浮云车上 众人看林厨又是一副吃别的模样 心中好笑 有些暗中爱慕钟秀的 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石木见钟秀危机解除 心中微松 不想一旁又飘来冷月童 有些吃醋的声音 木兄这么在意中长老 何不上前相认呢 冷姑娘何出此言 石木反问道 相不相识你自己心里有数 放心吧 我不会揭穿你的 冷月童略带戏谑的说道 石木不在理她 站在浮云车一脚凝视前方 心中隐隐有几分铠叹 若不是因为自己 钟秀也不会放弃仙缘 千里迢迢从东周路山王朝 进入西夏古国 并不知为何加入了天无商会 来到了这妖蛮横行的西河大陆 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无论如何 自己既然在此遇到了她 便要尽自己所能保护好她 眼下看来 前方定会有一场恶战 敌在暗我在明 自己隐蔽在暗处 更容易救她 怎么 木兄又发现前方敌情了 冷月童看石木不理她 顺着石木的目光看了一眼 问道 这里前方不远处 就是祥阴城 哪里会有什么敌人 冷姑娘莫不是草木皆兵了吧 石木道 没有就好 小妹我只是好奇木兄的目力惊人 不知木兄练的是什么功法 有此等神练 小妹自由对各种奇怪的功法 可是相当感兴趣的 冷月童美目传情地看向石木 木某练的都是些不入流的雕虫小技 尚不得台面 石木道 你真是太过谦虚了 此等神技竟被称为雕虫小技 真不知木兄身上还有多少雄才大略呢 咦 木兄 你那只鹦鹉灵宠吗 似乎很久不见了 冷月童大咧咧地笑道 随即像是发现了什么 好奇地左看右看起来 翅膀长在他身上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了 石木说完 也不再搭理对方 盘腿调膝起来 冷月童讨了个没趣 撇了撇嘴 只好闪身到一旁 也不再说话 接下来的十余日里 一行人日行夜服 途中经过几个较小的城池 倒也没再遇到什么意外 石木因为与冷月童同处一车 自然引得一些蛮族男子 对其极度不已 也让他大感无奈 好在自己平日里颇为低调 并未暴露身份 十余日后的一天深夜 一片山林之中 这里已进入狼欢一族的出没范围 狼欢妖兽习惯于咒服夜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伤队夜间并未赶路 所有人在此露营 并每个时辰有十人职业 就在此时 石木发现冷月童悄悄离开了浮云车 身影如鬼魅一般 向不远处的树林里走去 并未引起那些职业人的注意 石木见此 当即与彩儿曲的联系 让其跟上一探究竟 毕竟对于此女真实的身份来历 与彩儿的共享视野 石木发现此女一路鬼鬼祟祟 来到树林深处的一座小型石洞中 掏出一块白玉金石 低声细雨了几声 金石表面散发出点点白光 随着白光越聚越多 在其身前静凝聚成一个人影 那人影一见冷月童 立刻扶手下跪 口中称道 属下参见七小姐 起来吧 你急着见我 究竟所为何事 冷月童竟一改往日地大大咧咧 沉声问道 教主因为七小姐就这么跑了 大为光火 给属下几个限定期限 找到七小姐 属下也实在被逼得没法了 看教主的意思 也不需要七小姐 亲自来寻那林严精吧 不如 不如小姐 本小姐要做何事 何时轮道 你们插嘴 快给我滚 找不到 我是不会回去的 说完 冷月童仙手一挥 白光潇洒而去 她又悄悄地前回了浮云车 教主 林严精 石木眉头微皱 心中喃喃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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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